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块可以打开 它是一个磁扣吸附似的 打开以后呢就可以展示这个快装系统和这个快扣的一个结合展示 然后左侧呢是介绍了它的一些技术指标 承重啊 还有大小什么的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盒子 看看里面 这是一共有四个尾扣 还有两个快挂 这是一个尾扣 这是一个快挂和一个尾扣 然后这是两个挂钩 这是一个贴纸 看来这些厂家呢都是不愿意 然后做了很多贴纸 或者这个收集收藏品我可以多 然后拿出来 好 这是 然后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介绍和这个使用方法的介绍 这里 这就是它的快挂系统 然后我们取出呢是可以按住它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这个位置呢是可以上上我们其他的这些背带 背带就可以穿在这里 这个宽度刚才介绍好像是1.3厘米吧 我为什么要买这个PK Design的快拆系统呢 大家知道在手持拍摄的时候呢 肩带的作用是保证相机的安全 我们可以把肩带绕在手腕上 或者是带在脖子上 但是呢 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用相机上稳定器 或者是上滑轨 或者是上三脚架 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之间呢 找到一个快速的切换办法 就是在上稳定器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肩带快速的拿掉 然后手持拍摄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继续带上这个肩带保证安全 所以呢 我就选择了这么一款这个PK Design的Unger Links 选择它呢 是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便宜 那么PK Design的其他快拆肩带呢 是整个连着它的肩带 然后一个下来可能要三四百块钱 那么我选择用这个连接呢 那就是可以 既可以不浪费掉我的这个相机原本的肩带 然后呢 又可以用上这个快拆系统 我现在呢 已经把这个PK Design的尾扣呢 放到了这台索尼相机上面 那么这里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啊 因为PK Design现在的尾扣呢 都是第四代的尾扣 为了安全呢 它把这个线呢 加粗了 这个索尼相机原来和机身连接的这个孔呢 它就现在不能直接穿过去 大家也知道那个索尼相机原来是有一个金属环在上面的 我其实非常不喜欢这金属环 就是它在上面的时候呢 一动的时候总是有一些金属碰撞的声音 但是现在PK Design的四代扣呢 已经不能直接省略掉它了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索尼原厂的这个金属环呢 放上这个尾扣的时候呢 它底底部是有点宽 我觉得它有点晃 但是PK Design也同时附赠了自己的金属环 这个我觉得还是换它附赠的比较好 这样绑起来呢 会更贴合一些 这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地方 还有呢 就是这个连接 连接我现在把它放在了佳能的原厂肩带上面 我觉得佳能的肩带呢 坐的比较宽 背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大家在看这个索尼的肩带 它就相对比较窄吧 然后有一些dumble 我觉得还是放在这个佳能相机肩带上比较好 然后我也就不在乎用这个佳能的肩带背这个索尼的相机了 当然大家如果需要呢 还可以自己在另配第三方的副长肩带 有很多的副长肩带是更舒服一些的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请继续关注我